来到淡水 北新路与中山北路口 这两条都是淡水主要连络道路 而最近当地里长就发现 每当上下班尖锋时间 中山北路要左转进北新路的车辆 常常都因为执行车流量太大 无法左转造成后方车辆回堵 而为了解决这样的问题 里长也请议员服务处举办回刊 现在这个路口就是因为 我们的车下半时间 上下半时间的 这个要转北新路的车较多 所以你如果不设这个 车辆车辆的时候 我们这个要转北新路 变成说它不能够 因为车辆辆比较大 我没够 造成后面的车子的堵塞 这样比较严重 所以如果这些耗资下去 对我们这个车辆下去 都会比较方便 对啊 当然车辆很多 然后造成回堵 所以我们尽量是说 在这边增设于一个耗资灯 而洗地来到这条路一看 虽然并非兼锋时段 但有左转需求车辆确实不少 议员服务处表示 由于新市镇金柱人口逐年增加 也改变了周边的交通流量 市府交通局应该要通盘检讨 并且调整耗资 以符合实际的需求 有民众向我们反映 中山北路 左转北新路通往台北方向 因为汽车没有十项灯 所以我们向交通局反映 现在已经同意 要尽量时间尽量 十项左转这样 而在金柜议员服务处会看之后 交通局也初步同意 在监峰时段将原本三色耗资 再新增一个左转的十项 希望可以借此让中山北路 要左转北新路 又或者是往三只方向 要左转大一街的车辆 能够更方便 也让这个路口的交通 能够更顺畅 记得陈伯伟 淡水采访不到